台湾的核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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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多少年来 为了政府的核酸调节 尽心尽力 这一点要非常大的肯定 台湾对整个要怎么样改善 会不会有使命 所以我是觉得 台湾养出产业 所以渐渐会走到这个大型 环保高科技 那节水还产生电 你看刚才有简报 一头钟可以省下三分之后的用水 然后用冷花电 一天用来户用电没问题 一个场都能不止 然后台湾 冠电 然后又能种树 这就是最务合2050 汉冲合的要求 因为种树 本身就可以算成绩 养出场 怎么样是最好 有了这个第一个场 成功的经验 赶快把它整改 管线和连结 早期又可以帮周边来处理果皮 直线 果皮 还有处理什么 怎样 又可以进入花电 然后甚至也可以做一个台湾的休闲 给人家来参观的圆区 那那个参观 就是整个现在 就算花果做葡萄 给人家参观做葡萄酒 又可以买葡萄酒 然后还是特别要拜托 陈伟伟就禁止这一次 王智慧多中文入区的这个机会 给养出场大大的补救 让他大好的养出场能够 顾得实在是要好好的去 我们 我们就这样 拜托 做了 谢谢义伟 谢谢 谢谢 谢谢